袁晓晨 我没别的意思 等你这么久了 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沈猴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沈猴知道吗 沈猴不知道 我也只是猜测 因为我相信 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 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 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了 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 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 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 对吗 我刚才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没想到这是真的 袁晓晨 我只想说 你能换一种活法吗 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 也不要让沈猴活得这么痛苦 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 活得这么痛苦 你知道吗 这孩子是沈家的 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你说吧 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呗 我愿意 我愿意付出一切 来祈求你的原谅 好 这孩子啊 是我自己的 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你这叫掩耳道理 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 他明明就是沈猴的孩子 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恨我 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请问红作 您还记得我爸爸吗 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 您当年在做什么 您动一动手指打个电话 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我们呢 我们求告无门 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 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 不要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 再说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 起死回生 可是 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人 未出世的人 让他好好地活着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 让我肚子里的孩子 叫你那身奶奶的话 我劝你死了这个心 他姓妍 不姓沈 我听见你的车回来了 就没看到人 到处找你 到处找你 老沈啊 原以为 我们自己造的孽 我们自己来偿还 一切都能毁到正轨 该认的错 该低的头 我都做了 可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别喝了 颜小辰跟我讲 她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 不姓沈 姓妍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 你应该听医生的 这段时间睡不好 就是心太重了 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 她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 我这辈子啊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再难的事情 我都能想出个方法把它解决了 可这回还是我平生投幼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 颜小辰说 就当这个孩子不存在 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 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公平吗 对我们的沈猴公平吗 我们相信 程志远一定是个好人 将来孩子出生之后 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 可他毕竟是继父啊 那能跟生生父亲比吗 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 把这个孩子争回来 那对抵了母女两个 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吗 还有 月辰 这个孩子 可以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不能跟沈猴没关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 必须把所有的事情 告诉沈猴 因为孩子 是小辰和沈猴两个人的 不管怎么做 都应该由他们两个人 一起决定 不行不行 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 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 沈猴在整个事件当中 他是无辜的 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 一切都是我的错 所有的事情 我来担着 那严小辰呢 他做错了什么 小辰和沈猴是同龄 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 那他不痛苦啊 月辰 小辰真的很无辜 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 沈猴是男人 他应该长大了 我们不能再瞒他了 可你把事情告诉沈猴 有意义吗 他能够做什么 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 他还能做什么 可沈猴现在带着记恨过道 比内疚更痛苦啊 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 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完全变了一个人 满阵的力气 小辰故意不告诉沈猴 孩子是他的 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 以背叛结束 但其实 是毁了沈猴内心 最美好的一切 是 老沈 儿子老开玩笑说 你跟我不官配 可我现在知道了 我为什么 能跟你走一辈子 好 在关键的时候 你总能帮我 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 我们应该学会 站在儿子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而且 孩子是他的 他有知情权啊 我们应该把一切 真实的情况 告诉孩子 也许他会痛苦 我们要告诉他 一切的错 都在我们 要罚 要恨 也都是恨我们 整个事情 跟严小辰 没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种下的苦果 我一个人吞下去 这话不是这样说的 沈猴 现在已经是父亲了 有些事情 他必须去面对 我敢肯定 沈猴宁愿面对痛苦 也不愿意被我们 当傻子一样保护 再说这哪是保护 简直就是欺骗 有一天他知道了 他会恨我们的 他会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了 他就不会恨我们吗 他会恨我们吗 他会恨我们吗 但我想 他迟早会理解 我们 我们只是一对 妄自成龙的自私父母 但不是杀人犯 别这样 小辰对我们只有恨 但他对我们儿子 就不一样了 他爱神后 对啊